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大家好 我是千鸟 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刺客教条小手 物品来 我的武器是直虹欸 刺客护手 腰带 有个新腰带可以用 升级需要 需要500 升级预览 升级预览 诶 可是他不给我 他让我升到两等 他不给我装备了 是不是因为我升级了 所以他不给我装备了 好吧 我先不要乱花钱好了 颜色 颜色部分先 先用原本的颜色啦 健丈 这个比较强 急运降低了一点 好吧 我需要高等一点 OK 什么还有? 金炭号 哪里有新装备可以使用 不能啊 忽我 好啦 不管 吃辣户 这...这...这会不会太多啊 诶... 我们看一下 基本上就很简单 他都教了 千业保护 你说我吗 对啊 诶...那是我 帮派有保护者跟侵略者 我们稍微看一下 警察皇家保护 与保全首位 都是保护者 维持... 承认法律 和秩序 他们会不要起回蓝色 对施暴者敌 这两个应该就跟之前的蓝兵 红兵 是一样意思的 冰种 士兵 一般的 士兵 力大无比 这就是斧头兵嘛 这个最讨厌了 我最讨厌拿... 在远处开枪的家伙 执法兵 这个灵活兵 诶...这个更灵活 但是很烂 这个应该比较接近之前的高帽子的 很...很厉害的 护甲... 护甲应该就是那个... 队长吧 冲突... 记忆点 诶...其他部分应该都... 差不了多少 嗯...差不了多少 神枪是L1 这应该是后会交 这... 先不管 我们来看这个... 夸张度的东西 亨利·葛林 生日1843年12月7日 亨利不太守口如瓶 同时也... 爱好结识新朋友 但很多人都不知道 而且大多人都不知道... 都不知道... 亨利并非是他的真名 贾雅迪·米尔是一位公主和刺客的儿子 阿尔巴斯米尔是兄弟会的印度成员 诶...真的是印度人诶 他在与圣殿骑士激烈竞争找寻 光之山钻石的下落时 爱上了卡拉克星格大军的女儿 皮亚拉·考尔 加亚迪虽然被培育加入兄弟会 但发现米奇暴力 他更倾向书籍 虽然众所希望这只是个过渡期 他们在1860年派贾雅迪出任务 但他的失败差点把兄弟会陷入危险之中 于是贾雅迪被邀请至英国接手更适合的任务 即使他离开了家 他一直希望能证明自己是个有能力的干人 日后可以依井还乡 在英国度过数年 他拥有许多匿名的身份 但他最爱的就是那单纯 拥有齐驱的亨利·葛林 亨利是一个普遍的名字 而葛林则是绿色 甚至他的帽子的颜色 人脉散步于整个伦敦的贾雅迪 对来到弗莱姐弟 对来到了弗莱姐弟非常有帮助 对他们来说 手上掌握着伦敦 最新的第一手消息的贾雅迪 有效的协助他们削弱圣殿歧视在伦敦的二势力 加雅迪不仅诚恳和勤奋 她还拥有在兄弟坏小剑的人性化那面 英维弗莱我们的女主角 算于1847年11月9日 有点近 差了11天 年份差很多了 因为弗莱比亚克 足足早了四分钟出生 而她从不让她遗忘这点 她从出生那颗起咒活力十足 打破他们乡间住宅的和谐和宁静 而来到这世上 南威尔士郎打鼓的英国 刚购经历的独生女 瑟西利在分娩时死亡 留下雅克艾依为针对双胞胎 瑟西利的母亲是威尔士人 医生接受她岳母的抚养到六岁的提议 日后接她们返回 克劳利继续照顾 她和父亲培训 依为良姐弟加入兄弟会 由于圣殿骑士 试图在伦敦巩固势力 并扩散到周边的乡村 这段时期在英国的刺客是非常危险的 依为勤犯好学 而且处事有条理 她比较向往一个组织的 底乱与组织的层面 她主攻研究对伊甸碎片有相当的兴趣 医生灌输孩子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兄弟会不该仅仅是对抗恶势力的筷子手 而应该帮助人们获得自由 虽然雅克反对她父亲的看法 但因为津津乐道的向她学习 她教导成为英伟的个人信仰 她的第一次暗杀的对象是个滥用人工 并拒绝支付他们的工厂老板 新技的老板 兄弟会的姻缘大大改善他们的工作环境 因为在兄弟会的眼中是个深思熟虑的规划 她怎么会是一个规划咧 拥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是个会深思熟虑的规划 也不对啊 不管了啦 要解决问题的能力 以及处处谅解人情层面的一个重要成员 这边怎么猜 罗伯特脱贫 他谁啊 3月1847年 同岁 大了几个月 罗伯特 一格纳修 脱贫在伦敦1847年7月的一个热阳天出生 这可能说明为何他总对生活有着光明的看法 身为八个孩子中的第五个 脱贫只能抗打价仪 让人注意到 也因为对中间的孩子欠缺关注 脱贫家族经常让罗伯特自生自灭 自己找乐子 虽然罗伯特是个容易满足 而且有魅力的小孩 但他发现自己总在无聊和孤独度过 他经常在做白日某 梦想有一天他可能会 成为更令人兴奋的存在 有一天尽管他从来没有预料到 他的渴望成了现实 在余家人前往市场的路上 罗伯特漫步远离了他的兄弟姐配 很快就在后巷迷宫中迷路了 在疲惫迷惑又找不到回家的路后 他在一个空巷这里睡着了 醒来后他发现自己的摇篮箱 已经来到一个巡回马戏团的杂货店里 一个不太可信的故事 但至今罗伯特仍坚称这是完全真实的 还是刚刚那个突然消失的家伙 年轻的操作者或讨家者认为 马戏团的游牧生活方式相当刺激 并选择留在那好几年 逃离了家庭 累积了所有杂技小丑与马戏团领班所需要的各式技能 而最后马戏团解散 罗伯特就回到城市中 虽然脱贫家族认为 他的故事完全就是难以置信的假想罢了 有的过去从未有过的资源 罗伯特随后替他的叔叔工作 他的非法生意再次提供了不同的刺激生活 现在这个充满野心又年轻的脱贫 在替地下格斗与街头赛事工作 负责报名登记 但未来有着许多发展空间 所以我应该是可以找他登记做一些支线任务吧 虽然他偶尔会遇到与错误的人混在一起 不过他总能平安无事 也能从紧张的局面弹出或用记 一条脱身之路 如果没有办法脱逃 他也还是能快速耍脸杂爽 让人开心的 挑翻一组的语评 他没有办法 突然看就看不太懂了 我们的男主角是最短的 雅克弗来生日1847年11月9日 雅克作为双胞胎中较年轻的 出生在教师与他的年轻的妻子 出生在教师与他的年轻的妻子 好 两个人都是刺客所组成的家庭 而他的 这应该是英文那个 斗点跟斗点之间的 说明那种巨型吧 而他的母亲 摄西丽在生产时不幸死亡 在被他们的祖母照顾到六岁后 雅克与伊伟被带到家族根据地 克劳利 乐观思考的医生弗莱 逐步让他们的孩子接受刺客的传统 每一页教导他们关于刺客 与这世界的资讯 伊伟吸收了这些知识 而雅克则不怎么在乎父亲的教导 后来更逐渐反感 伊伟一直都是好学生 而雅克则是 好动的体育健将 他听从并遵循教导教义 以及刺客组织的指令 但他内在是一片混沌 等待机会释放他的潜能 当伊伟静泽地与父亲练习时 雅克则在深夜探险野外 或在克劳利临近的赌场游荡 当他的父亲去世后 雅克终于从他的小镇看小角色被解放了 以伦端尽交第二厉害的刺客而恶名昭彰 当然是比不上伊伟 他已经准备好在大城市里面面对他的命运 布鲁他就是个夹住号 我是说他原本 原本 敌人 大外布鲁斯特 深夜1781年12月11日 作为老三出生在六个孩子的家庭 大家庭三明治中最可口的那部分 而且刚好是在前程的苏格兰长老派教会 他们做出来的三名之争是淡而无味 大卫布鲁斯特命中注定要环绕着伟大事物公转 就像太空绽绕着地球 或是欧洲绕着大英帝国一样 在12岁那一年他们被送到了爱丁堡大学加入神职人员 和我们现在对12岁青年的处理方式一模一样 将他们派去苏格兰且不会一直烦我们 对啊这一次终于没有那个烦人的吐槽了 但他的礼拜会重点等一阵子了 布鲁斯特开始对光学着了迷 并被说服继续研究光线的颜色现象 并在反射与折射之中接触到这令人兴奋的主题 还有你还没睡着 布鲁斯特很快就研究到金属吸收定理 哦你再打破碎了 其实还是有嘛 就只是藏在文章里面 好吧 简单来说他发明了万花筒 早这样说就好了啊 讲这么复杂 那还真好玩不是吗 不幸的是他并没有马上对这项发明申请专利 虽然放了下下奖 但是他没有因此赚到多少钱 他和一些志同道合的修饰合力 发行一本科学性杂志 爱丁堡科学期刊 并获得女王风绝 也是相当有影响力的演化论反对者 这告诉我们 这个发明出万花筒的神职人员 也不是什么都是对的 演化论也不见得是对的 有兴趣的人开始去找一下反对演化论的说法 就像一位老人明明已经连上数据机 还在付钱拨号上网 大卫爵士似乎是住在不同的年代 前列人的年代 只不过这样形容好像也不太对 毕竟后者发明了可以把远方景色 进手眼底的望远镜 原本也是个夹数号是吗 好吧 你怎么知道原本是夹数号 卢伯特费尼斯 中文很差 我中文很差 我哪有 现在是1830年8月15号 这个是刚刚那个可恶的铁工厂老板 卢伯特费尼斯出生的时候 双亲不但年事已高 而且想要靠择新生而来挽救失败的婚姻 但不久之后还是离婚了 靠孩子来挽救了婚姻 好像都没有什么好结果 在近半世纪以来 他在历史书籍中 并没有留下什么痕迹 但话说回来你还不是差不多 所以闭嘴 这个资料库却还呛人 一直到费尼斯接下一座 名为工轨做坊的中等钢铁厂之后 才开始发迹 最后被他改名为费尼斯钢铁厂 在警方的记录中 有好几位工厂员工死于过牢 不过这也是费 这个字我不知道怎么念 费什么的 引起的 因为从自己很难辨识出 再加上几乎每个人都死于肺 或是立即 这知道是什么 不行我猜一下 牢吗二三好 因为要跟家长他们会用 括号或 框框或 一个横杠杠 我是说 你知道有一个巨型师打斗点 然后去补充说明前面的东西吗 我是在猜是那个啦 我刚看到哪里了 费尼斯还是比较流行 不管怎么说 故人死于虐待 当这种现象持续了几年之后 十几年后 费尼斯员工的平均年龄 越来越年轻 需要一个核心的方式 来解决过劳与费尼斯的问题 史塔瑞在1862年买下铁工厂 将他纳入巨大的帝国之中 而费尼斯则成为富翁 你可能会问 那他对两边是又做了什么 费尼斯受雇于两个工作 一个是克雷顿附近 才替纵横的慈善社群 一个是当地纪远 显然这是他在其他方面的喜好 在这方面他只要负责动嘴 而现象是我们可以猜 但真相无人知晓 顺道一提 真的只要动嘴就好 没听过都叫肺炎吗 肺老就是 坏吐血的 这样子 那叫同会语 如果是中文我想他们还是会要 斗点表示同会语 我不知道 不然我们等一下把它切成英文模式再看一遍 刺客兄弟会 刺客是个秘密组织 核心观念是只有自由能够代表人类的福祉 从人类历史有记载以来 就要我们的存在 与圣殿骑士团相抗衡 他们几乎完全是我们所做的相反 这也是我们战斗的原因 问题来了 如果双方在历史上有记录的 刺客与圣殿骑士团 这名称之前就存在 那时 他们叫什么名字呢 诶 我之前有看到一个影片是说 刺客组织其实是真的有出现过的 但是他们都是为了他们自己刺杀别人 所以不是 不是这么好的一个组织 反而是圣殿骑士团 比较好一点 而且他们可能没有碰上 非常好的问题 你可以闭嘴了 历史上记录有刺客存在的时间 罗马帝国中世纪意大利战争 法国革命 法国的革命与海地革命 我们总在革命中 占有一席之地 不过我们现在 关心的是伦敦的工业革命 看起来 圣殿骑士论 这城市有很深的影响力 甚至是整个大英帝国 然而并非一向如此 过去也有刺客在伦敦活动 在18世纪 伦敦兄弟会基本上是有 两个人领导 一个人仅被知道 称作为米科 以及爱德华肯威 居然是 居然是他 他们在后者 从西印度群岛返回伦敦后 不久相识 而有一段时间 几乎英国刺客 比过去都更为强大 米科尔则自由的精神 他曾漫游欧洲各地 寻找伊甸碎片 建立联系 并提供各地兄弟会的种种协助 我不确定他是否被正式指名为导师 毕竟他与爱德华都不是那种喜欢仪式的人 爱德华代表的是稳定 他善用他迷人的风采接连整个城市 无论是上游社会还是黑社会的事件 听起来很熟悉 爱德华在他自己家中被谋杀 居然是被谋杀 被一个实际上圣殿骑士的生意伙伴所背叛 米科尽力维持他的视野 但也被圣殿骑士爱德华的儿子海尔森所杀害 在解决了这两号人物后 圣殿骑士就轻松掌控了伦敦 此时时刻兄弟会的辉煌 时光已然不在 圣殿骑士团在2000年获得重要的胜利 几乎将我们一扫而空 但我们重生了缓慢但稳健 我们在世界上各城市建立新的兄弟会 我们有着新的网路 让彼此可保持联系 我们也有像你这样的人们 我们的数位资料 探勘者 你不需要在身上盲着刀 但你确实造成改变 我也很感激你 如果我们不能继续用兄弟会这个词 我会更感激 我们能不要继续用 为了 都为了进步与自由抗争 几千几万年了 我们还要消灶这个名字 这名字不好吗 海力革命开发中 你怎么知道 刺客教条十大魔鹰 蛤 没错 后面爱了华代的女儿回伦敦了 可是我以为他就这样退休了 我没有想到他还会继续 哎呀最后居然被杀了 黑阿八 英国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 街头帮派主导了 19世纪的黑社会 圣殿骑士创造了暴徒帮 虽然我其实是圣殿骑士了 刺客他们找错人了 社图将各街头帮派统一 并消灭任何反对自己的势力 白教堂区的每一家帮 是伦敦仅存的独立帮派 虽然没有什么效果 但仍努力对抗强大的对手 也因为急于扭转局面 他们很欢迎刺客双胞胎 一位于雅各佛来进入他们的圈子 为了夺回暴徒帮控制的伦敦街头 梅扎帮提出了新的想法 接受了黑阿帮的身份 并决定在佛来双胞胎的指导下 进行战斗 他们主要的做法是 破坏暴徒帮在城市中控制的区域 例如工厂与据点 以降低暴徒帮的影响力 并向他们提出 划分最后势力范围的帮派斗争 如今 伦敦没有像那样的街头帮派存在 只有穿着平衡外套 戴着笔记板的学生会拦下你 然后跟你要信用卡资料而已 历史告诉我们 圣殿骑士源自于中世纪的军事教团 一开始以耶稣的贫苦骑士团 和所罗文圣殿铸成 随着历史的演进 圣殿骑士在中世纪活动了近200多年 与圣地的十字军紧密相连 只要他们的领导走在巴黎以火星出死之后解散 这段历史是谎言 圣殿骑士写出来的 就像刺客一样 在历史开始有记录的时候 圣殿骑士就已经用各种形式去存下来 他们的思想体系以一个完美的世界为中心 而且他们对完美的解释 几乎都会牵涉到如何对个人自由进行绝对性的控制 刺客们近而远之 不敢沟通 圣殿骑士团 控制了整个伦敦市 伦敦市 市立深入大英帝国的每个角落 就像是意图指展全世界的前奏曲 在18世纪一位名为雷金娜博曲的大团长 仕途潜入当代最有诠释的刺客 爱的话很威的生活 博曲在指派之下成为很威的财产管理人 但是很快就成为全家人的朋友 甚至成为爱的话家族的千金 真理否的追求者 追求者是一个很有礼貌的字 很抱歉现在没有多少人这样讲了 事实上 博曲想要肯威对第一文明的研究成果 不过真理否发现真相 并告知了他的父亲 迫使博曲被派出 用兵冲入肯恩的肯恩 肯威吧 一说当然的 爱的话遭到杀害 真理否被卖到突然其沦为奴隶 也太惨了吧 爱的话不是会一个打好几个吗 为了加重伤害博曲成为爱的话之子 海尔森肯威的法定监护人 并把他抚养长大成为圣殿骑士 哦 从三累积到现在的疑问 终于解开了 原来是这样子 海尔森才会成为圣殿骑士的 小了 小了 爱的话挡入之后 伦敦就没有其他著名刺客来制止博曲 让教团的魔掌立刻伸向城市 但光是这样还不够 他想要进入先行者的遗址 并派起海尔森肯威前往殖民地 师徒打开其中一处 博曲的伟姬最后被海尔森肯威和他的姐姐 最后将他杀死的人所发现 不过 在那时候 圣殿骑士对伦敦的掌握 已达十之八九 工业、政治、他们的魔爪 已经深入社会的每个阶层 在伦敦的圣殿骑士 横行霸道了一个多世纪 无人能敌 在这些日子里 圣殿骑士人在暗地里操控 在过去他们成为教皇、皇室或政客 现在他们大多躲在最阴险的力量之下 一家企业体 圣殿骑士团的大众形象是个跨国性的企业集团 成为obstacle 暴徒帮 肆无忌惮且危险 劲头帮派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 社会上很常见的要素 他们在平民区蓬勃发展 求着统一全国中下阶层的愿望 导致四处都是犯罪社区 值得注意的帮派有暴走族、流氓帮、南海和14项帮 因为他们的偷窃技能以及他们对极端暴力的倾向都让他们恶名昭彰 极端暴力 来吧! 如果想要掌控帝国的核心 将这些帮派纳入考量也是合逻辑的 而圣殿骑士团大师赫罗佛特史塔瑞想要强化他所控制的城市 那么要控制黑社会也是必然的结论 精心挑选了七个高强的森林骑士 以及他在伦敦能募集到的一千人手 他挖了几十年建立伦敦至今最可怕的帮派暴徒帮 来自西民区最坏的贫民窟 暴徒帮的影响力遍布整个城市 其成员以无情残暴和顽劣本性而知名 他们甚至不会说请和谢谢 暴徒帮曾经被认为是结束一切街头帮派的答案 而不是制造更多的恐惧 并让城市居民更加厌恶 不过那些反对暴徒帮的人 最后受到致命伤害或陷入极大的债务中 其他人物 这是最后一个了 乔治·威尔豪斯 1820年4月30 乔治·威尔豪斯在克劳利河畔的一座老魔方长大 这里单调乏味的工作让他疲惫不堪 就像在石磨下斩碎的虎物一样 没错我也可以很失忆 某天伊森佛莱在河畔解救了遭遇强匪的他 冒险的火光在他心中复苏 因此他放弃了过去 并加入了刺客行列 他和伊森佛莱设西里一起执行任务 照着他给的指令行动 逐渐熟悉战斗技巧 他曾与早熟的佛莱双胞胎并肩作战 而在伊森去世后 他成为了较年长的仇化者 又有较高的位阶 至少在心理上是如此 因此受脱为双胞胎安排任务 只能说苏大好运 不受控制的双胞胎 诶?这边还有一个诶 嗯? 没想过去 不知道 请客人 让你看到鬼 妈 里面这个教材 没有太多 我对主教一无所知 几年前 利贝卡与我 偶然发现一个 自称为创始者的 骇客集团 他们建立了一个令人惊叹的 小型网络 且同时刺探刺客 及圣殿骑士的消息 长达数年之久 在他们之中 有少数人甚至成功渗透了 一处刺客分布 我对他们 发表了一段 激励人心的演说 然后成功说服他们 加入我们的行列 也因为这样 全新的刺客网络诞生了 我有种利贝卡 跟我必须带领他们的想法 我真的觉得 一直都觉得 这个鞋 鞋子要哭的应该是小文 不知道为什么 就觉得是他 谁找到谁 谁找到就归谁 也是教条之一吗 说不定也该 这一点也该念入教条 但之后 威廉·麦尔斯来了 然后他轻描淡写的说了一句 知识主角 从现在开始 创始者就由他负责 是威廉·麦尔斯找来的哦 你们知道 这就是一个 一个怪癖的老家伙 共事的下场 这就是跟一个怪癖的老家伙 共事的下场 他似乎 就只是 只是来告知 事情会怎样发展而已 超怪癖的 这就是我遇见主要的情况 我知道他的工作内容 他的工作大概就是 类似中央控制员 调动员那种类型 负责调动全世界的刺客 他会确保 顺便骑士露出马脚时 刺客已经耗着一下 等着砍掉他们的脚蛋 或者 当有一套新的遗传记忆 需要同步时 他会为我们找到 像你们一样的有利人士 来帮我们同步遗传记忆 这件事情他都做得很好 很出色 但我还是不知道他的来历 说实话 这件事快把我逼疯了 我加入刺客 是因为我揭发的人类 在史上最大的阴谋 然而我却没有办法 在这个女人身上 找到任何蛛丝马迹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说法 加文认为他是前任 中情局探员 而我的朋友哈兰觉得他是 博学者的叛徒 那是另一个刺客组织 已经销声立即好一段时间 利贝卡说 事实上 他知道主教是谁 但他承诺过不会告诉我 我要用小指发誓 真的非常非常抱歉 呵呵 伊丽莎贝亚登 出生于1969年10月4日 伊莎贝尔亚登 我刚刚是不是念错了 结婚前的姓是朱 出生于香港 之后搬到英国就读剑桥大学 她主修电脑科学 伊莎贝尔是为透过青年创新人才 计划获邀加入 Obstero Industry的女性 她一开始是数位资料管理员 后来努力进身 最后成为历史研究部门的营运主管 概括来说 其团队的主要任务是 管理并保存 Obstacle的主要资源遗传记忆 她从这家公司所分支 机构所 集所有的遗传记忆 应该就是像 像之前那个 娱乐 Obstacle娱乐一样 那种 那种分公司吧 并使这些记忆可以让所有人存取 举例来说 协同研究集取得部门 获得了17号样本的遗传记忆后 伊莎贝尔会确定 Obstacle Entertainment 可以存取这些记忆 哦 原来是这样 以便借此开发出虚拟娱乐功能 由于她接触了所有Obstacle的研究 很快的圣殿骑士团 就注意到她的存在 他们对她一丝不苟的性格相当欣赏 并将她带到内部圣堂 好让她守护他们最重要的秘密 从现实的角度来看 这么做真的没有 为他们带来很大的帮助 感觉上他们好像没有办法 连续六个月都不受到骇客攻击 朱雅尼奥托伯格 出生1985年6月17号 她出生于芬兰的米凯利 但她跟父亲走遍了全世界 她的父亲是一家石油公司的雇员 而这家石油公司是Obstacle子公司的物业 从小 伯格大师就由阿富汗 库德斯坦及阿曼等地的石油工人扶养长大 带着父亲的祝福 伯格回到芬兰加入军队 一开始军队里的人会取笑她一太糊涂的口音 更精确的说法是 她连自己的名字的正确发音都不会 但当伯格证明她是出类把碎的新兵 并成为乌帝贼欧军团最年轻的特种部队成员后 这种嘲笑很快就停止了 这个应该是 在军队里 她遇见了妻子海尔米 从此她开始过着紧张忙碌但十分精彩的生活 但好景不长 她的女儿艾丽娜出生后 医生诊断她具有狼肿性纤维化的这种遗传疾病 虽然芬兰的照顾 健康照护体系是工人最出色的照护体系之一 但 艾丽娜迫切需要的积极性药物治疗 还是让伯格一家的经济捉襟见肘 因此伯格离开军队成为收入丰厚的佣兵 然而她的妻子并不赞成这件事 最后也因此导致了离婚收场 伯格的佣兵活动引起了华伦维迪克博士的注意 博士因此将她招募至Obstacle的虚拟战斗训练计划 借此换取不在市面上贩售的奇迹领藥 在这时间后 我猜想伯格对离婚也比较能够接手了 虽然结果没什么分别 就像在军队里一样 伯格很快的就展现出自己的实力 并因此快速进身 最后她在内部圣堂也获得了一席之地 她是西格玛小队的指挥官 这支队伍专门设计来猎杀刺客的精英部队 从此她就成为我们最头痛的人物 太长了直接end 奥托伯格是个恐怖的混蛋 既然有人真的跟她生下小孩 也太金属了 任何人都会有人喜欢嘛 对不对 上恩黑斯丁 嗨好久不见 以前我知道你叫肖恩 生日真没礼貌 我绝对不会揭露她 绝不 为什么 揭露一下 我是你们谦虚的资料库记录员 一位言语大 诶语言大师 我叫做上恩黑斯丁 跟你们一样 我是刺客 我还蛮厉害的嘛 我能分辨出来她是上恩 不过也可以说是 这个 刺客教堂还蛮厉害的 它可以让资料库的 感觉 显现出 我好久以前结束了 得上恩的这种感觉 而跟你们之中大部分一样 我并非来就是个刺客 我并非生来就是个刺客 在成长过程中 没有人为了让我加入兄弟会而训练我 身为一位傲慢好奇 且而我敢说是帅气的年轻小伙子 我在阴谋论及不难解释的事物深深着迷 一开始我先挖掘 Obstacle industry的肮脏资料 他们有大量的步伐勾当 而我打算检举他们 资讯自由 哇哈 但等着我的却是一只对方派来的 圣殿骑士死亡小队 翻译 上恩找到了一中长达千年的大阴谋 其内容涉及到最高层的权力核心 然后他觉得处理这间阴谋是最佳的方式 最佳的方式大 最佳的方式就是大喊我找到了 然后拼命挥手 RC 我刚刚以为是翻中文版的人写的 我想说怎么会有这个东西 本来我必死无疑 但我运气好 有个叫利贝卡 可怜的家伙运用科技巫术救了我 他带我加入了刺客 然后从那时开始 我就在这里改善他们的生活 并提侦他们的士气 我问刺客做的事情 只有制造有的没得跟救上恩一命 RC RC是瑞贝卡克脸 原来如此 我最常担任的是历史学家 以及勤务外的分析师 我对组织事物相当有天分 你们也知道我能够看透事物的形式与脉络 因为这个缘故 刺客们要是没有我的话 一定会输得一败涂地 但除了有英俊的脸庞 跟聪明的脑袋之外 我还有非常多长处 我们乖聘的导师威廉·麦尔斯 曾亲自训练过我 且 我也曾担任过真正的外情特务 只要情况许可 我最喜欢攻击圣殿骑士了 我也曾潜入Obstacle Entertainment 也曾炸掉过圣殿骑士的实验室 不会演 我真的超强的 你们可能会以为我是个自恋的混蛋 我已经以为了 但那只是因为 我比你们聪明 也比你们帅 而且我曾经拯救地球 免受到太阳药般的猛烈袭击棒了 但我有 但我听说你们超爱打电玩的 所以我确定你们也有一些很酷的成就才对 这样子 这个资料库好酷哦 维浩雷 打科斯塔 这应该是另外一个傭兵 生日1988年6月14日 有人说维浩雷达科斯塔 是邪恶版的利贝卡 可怜 不过我想说这种假设是因为 没有跟利贝卡可怜相处过 我手持武装哦 哎呀 不小心跳到 维浩雷出生在 安大略省的巴黎 双主修取得了数学与电脑科学两个学位 真是快乐的时光 并有全评估状况 在判断优先顺序 这也意味着他能决定谁该先死 他对这份工作相当得心应手 这可不是你能随便换人负责的技能 这也意味着除了对科技有着 令人难以想象的掌握程度外 他也是个训练金石的杀手 维浩雷的成果备受推崇 他经常被拍到obstacle位于世界各地的设施 以完美调整并创新各种操控系统 网络安全与入侵侦测系统 他是圣殿骑士 也是加拿大人 老实说两种身份都让我不寒而栗 其实我最近有在想 看预必要不要再出个什么圣殿骑士的系列之类的 可以叙述一些圣殿骑士的故事 虽然他们的目标是控制 但是说不定也有什么可看性 艾瓦洛格梅提克 生日1965年4月4日 艾瓦洛格梅提克出生于墨西哥市 他一出生就是个天才 他17岁时大学毕业 且额外取得了物理学及电脑科学的学位 从此 此后他就继续朝着机械工程及生物学方面深造 比刚刚那还强 由于他的学识如此广泛 因此 艾瓦洛格梅提克对他相当重视 2008年他受要参加 阿卡西卫星丛的开发计划 2009年 葛梅提克发明了数据转出扫描器 这是一种软体程式 可以让Animus的使用者再度体验不属于自己的遗传记忆 这项发明不但让这部神奇的机器进一步进化 也造就了在Obstacle Entertainment及Helix云端伺服器上的成功发展 要是能获得拥有巨额资产的邪恶主旨 和大利益赞助 我也能办到这些超酷的事 RC 目前来说 葛梅提克博士可能是我们最重要的圣殿骑士目标 2014年 他成为凤凰计划的领导人 这样计划的目标是利用Obstacle拥有一切的资源 来完整构建第一文明的基因组 我们收到消息 这个计划在圣殿骑士一般成员之间引发了一些冲突 前任领导人 维迪克博士知道怎么样凝聚内部圣堂的向心力 好让他们朝向同样的目标迈进 但比起人际关系 葛梅提克博士则较为关心工作成果 而这样的个性并不是针对与他共事的人 他时常抛下自己的妻子与三个孩子 长时间沉浸在当前的实验中 无论这些实验有多么令人厌恶 就像树独一样 实验还不错啊 哪有厌恶 莉贝卡可怜 生日是1984年2月3日 莉贝卡如此令人尊敬的最大理由 就是因为她的生活本来充满极限运动 但现在彻底转换对知识的追求 要不是莉贝卡因为对大麻的喜爱 抱歉 这是术语 以及严重了腿部伤害 他现在说不定是一位奥运选手 这么厉害啊 当然啦 他的腿也是因为一些合理的事才受伤的 像是从直升机上跳进雪峰之中 或是打算骑水上摩托车穿越龙卷风之类的 这也太疯狂了 在腿伤复原后 他开始自学编码 并发现自己的真正使命 是成为事物的创造者 他为第一线的刺客提供科技支援 创造并维修我们的装备 到最后 他甚至制造我们自己的animus 并将其命名为宝贝 我刚刚有提到他喜欢你神的东西吗 别酸我 你连一杯该死的咖啡都煮不出来 小贝本性非常随和 但他一路走来失去许多朋友 克雷 露西 戴斯蒙 测门很少能安稳退休 你们了解我的意思 但他从来没有放弃过 从来没有想过放弃 我得很骄傲的说 他是我全世界最好的朋友 希望你们能一起 安稳退休 我忘记阿泰尔最后怎么了 我忘记阿泰尔最后怎么了 好像也是被拒...好像也没有很安稳的退休 然后... 应该只有Azio安稳的退休吧 康纳我忘记阿泰尔最后 康纳好像没有讲 又好像有...有人知道可以告诉我 糟糕我这个铁粉要生锈了 哇爱心 但是因为他吃素 所以你们很...可以想象到我们在植栖任务时 要找到他能吃的东西有多简单 了 死亡随时可能会降临在我们身上 但天哪 我们总是找到一些草来喂饱利贝卡 你把气氛破坏光了啦 我要惩罚你 上岸的生日是1986年11月10日 原来如此 太不厚道了小辈 而且我觉得我们在这个 我觉得我在这个年纪来说 我长得还长得不错 1986年 1986年 1986年几岁啊 现在2015 29岁 我觉得看起来差不多啊 29岁啊 OK的 让你以为你自己长得像大学生吗 上恩 Obstacle 在1910年 一群圣殿提示了领袖维组织的未来 直化了一个大胆的计划 将国外革命所造成的科学与技术 突破性发展加以资本化 借此扩展他们在世界上 早已扶序规模的影响力 这个计划在1937年 创造了Obstacle Industry 后达到顶峰 它请出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公司 训练骑士团借此搜刮财富 二次世界大战后 在政府与产业界具有影响力的 设定骑士团协助它成长 变成一个有着办公大楼 实验室工厂与其他设备的可怕全球企业 除了他们自身所持有的主要公司外 Obstacle在各行各业的每个角落都有 有所投资 无论是医学 资讯科技 农业 能源制造 能源制造业 甚至是娱乐产业 为了确保生殿骑士控制全世界 Obstacle绝大部分的资源都用来寻找 冰气图取得一电碎片 你可能知道这公司的产品 有止痛药和健身记录器 或者最近的虚拟娱乐产品 或许里面有个巨男美女不时为你送上美味的咖啡 但你可能不会发现 他们也喜欢设计像卫星阵列般的东西用来控制你的心灵 Obstacle大多数员工事实上都不是圣殿骑士 反而只是谋求生意的纯朴市民 个别来看 Obstacle的任何一项事业都相当无害 但若加总在一起 Obstacle就成了自由世界脖子上的夺命绳索 事实上这对他们来说是个很好的口号 如果他们想印刷T恤或任何东西的话 可是他变得多大 影响全世界的产业 又有这么多员工 我刺客把Obstacle弄倒了 员工不就没饭吃了 可能就是刺客接管吧 那一天的到来 或许就是刺客教条系列完结的时候 Animus是华伦维迪克博士晚年的最高成就 博士是世界顶尖的遗传记忆权威 也是疯狂大学的案例推销 学习首席毕业 虽然Animus是Obstacle Industry研发出来的 但我们的装置旅屋 利贝卡克莲也成功研发出刺客版本的Animus 没错我他妈的办到了 从1980年成功开发Animus科技以后 Obstacle至少对17名受试者使用过这种科技 且机器本身也经过多次的迭代式开发 到了2002年他们开始大量生产Animus 并将这些机器安装到他们遍墓全世界的各个设施中 设定骑士建立了虚拟战斗训练计划 让他们士兵 例如魅力无限的奥托伯格 藉此进行实战训练 早期Animus只能显示使用者自身的血缘所具有的遗传记忆 然后随着科技的进步 Abstable开发出数据短存扫描器 让使用者得以重新体验其他人的遗传记忆 这项功能首先运用于遗产计划 这项计划是Abstable最初的精神 设计的目的是为了取得刺客及伊甸碎片的新资讯 维迪克博士试图利用Animus寻找伊甸苹果 借此完成I-Abstable卫星计划 当16号让我们因为出现效应 过度曝露于此装置而导致的结果 自杀后协同研究汲取的部门 协同研究汲取的部门送上了17号样本 一位名叫戴斯蒙·麦尔斯的男子 虽然戴斯蒙可以找到伊甸苹果的位置 但他在刺客们的帮助下逃走了 并在之后回去杀了维迪克 在2012年Abstable Entertainment利用这项科技建立互动式历史模拟游戏 最初是从自由使命开始 虽然Obstable将其虚拟功能作为娱乐产品行销 但贯尽确的说法是 他们利用这种方式来洗脑并监视使用者 现在他们有做出来 我想要玩原版的Helix Helix是一种云端架构的软体 由Obstacle Entertainment所开发 这项软体可以使用者乘取包含虚拟体验之中的巨大遗传记忆库 这些一种类不一的城市都具有大量的圣殿骑士宣传资讯 设计的目的是为了让历史上的圣殿骑士看起来很高盛 并让历史上的刺客看起来就像热衷杀人的昏虫 这样我就不想玩了 我想玩的是圣殿骑士真正的故事 你们知道 也许有刺客的确是热衷杀人的昏虫 但即使如此 他们也怀着更具正义的目标 之后 这项云端软体被应用到这家公司的其他产品上 他们非常聪明 没有将自己独裁那一面表现出来 而是像老妈子一样 随时监控使用者的行动 他们所有科技产品及应用程式都让人觉得这家公司能带来更好的生活品质 例如更好的手机 用来监控健康的居家行动应用程式等等 他们甚至在世界各大城市都开了诊所 Abstargo健康照护中心听起来很不错 但在市面上可以取得的 任何Abstargo科技产品 不论采取任何方式 都会将你的遗传资料送到云端 这样还蛮恶劣的 而且坦白说你们之中某些人碰到这种事只能说活该 当社交媒体网络想侵犯你的隐私时 你有权阻止他们 但你却心高采烈的 带着Abstargo boy band 健身追踪器 然后以谦虚的方式来炫耀自己的慢跑成果 这一点真的让我们全都快气死了 实际上你们是透过慢跑来帮助敌人 所以看在老天的份上 该停止那该死的慢跑 应该是停止使用Abstargo的东西吧 这边有点像之前 那个什么三星电视 会窃取资料的感觉 就许多方面而言 云端系统是我们的新战场 以前我们的战争都在现实事件中发生 且彼此使用都是风力无比的增加火 而今 输赢的关键则在 谁能在最短时间内挖到最多的资料数据 虽然他们拥有大量的办公室人员 可以整天守在办公桌前 但我们也有像你们这样的数位人员 那我们应该是比较多吧 刺客情报现在还没有 好喔 那我们终于把 资料库看完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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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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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